多多一个在云岭接近比赛 场上依然是第一任后援投手 科罗迪尼 但打的就是郭炎文 你看他面对这个左打者的时候 他的球还是在左打者的外侧 右打者的内侧的角度 就是那个方向 那个路径是他非常熟悉的 还是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的出手 那个球就走相同的位置就对 不管你是右打左打 就是那个位置 对右打者是内角 对左打者就是外角 他上来以后已经投了二点一局 没有掉分 对球继续被打成了一个内野滚地 接球之后传向一蕾刺杀了郭炎文 所以科罗迪尼上来 已经整整面对了九名打者 只被打一支安打而已 解决了中间的八个 所以他上来以后投得非常有效率 所以把这个分数给冻结住 所以给了意大利在后面追赶的机会 所以带给中华队蛮大的压力 对 尤其是中华队的三四五棒 在第一打席 在上个打席面对 科罗迪尼通通都是被解决掉 而且打得都很不顺 走向外球 开始改变这个配球 对 他球比不快 球都没有130以上 但到现在为头都非常有效率 这球打得不错 打得很好 中右外方向深远的冰飞安打 中外一手拿球 通过了一蕾并没有向二推进 逐出安打的是林志胜 上到了一蕾 林志胜在今天又是贡献了两支安打 对 还是维持他五成的打击率 状况非常的好 因为你会很纳闷 以这个科罗迪尼他的球威 为什么中华队从他手上 前一轮九命大只出现一支安打 对 打出那个安打的王波罗 还是打反方向 还是个外角球打出去的 两支安打手上都是打相反方向 林志胜也是如此 要打击的是林鸿玉 这球出手在三游 第一次没有见得很干净 应该就没有机会了吧 没有了 形成了安全 林志胜也上到了二蕾 因为这个球打得够结实 够强劲 所以三类手虽然把这个球拦下来 但是还是滚到他的后面 是游击手去补位 捡起来再传一蕾 即使林鸿玉的跑里速度不快 但是这个球也传偏了 这个球弹跳两次以后 正好从手套上方穿过 这球一蕾手必须要离开一蕾蕾包来接 所以让林鸿玉上一蕾 技术上 跑二蕾的林志胜怎么跌跌撞撞 对 这个跑蕾有点令人担心 他的脚是曾经因为车祸而受伤过 好不容易在今年又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单击成绩 如果因为跑蕾而受伤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看起来好像是OK的 对那球 那个脚好像就在那边打极了 犹豫不决他好像是是不是想冲 你看这个时候想做转弯 然后又想滑了 又不想滑 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 这个脚就打结了 差一点受伤 顿顿顿 连续的顿叮 不过刚刚林鸿运那个球到底是给安打给失误呢 因为打在三蕾手里 对 他手上是有碰到那个球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是一出局一二蕾有跑蕾子 又是一个得分的机会 打击的是陈俊秀 陈俊秀今天两个打输一只二蕾 安打一次四块球保送 这个球他没有出手 中华队在七局上半的攻势 依然有跑者 还有连续两个他都没打 我觉得第二球比第一球更理想 更接近好球在中间 虽然都是偏低的角度 这球选掉 又漏了一下 要冲三蕾滑进去 Safe Safe 那因为明智胜跑了 所以在后面的林鸿运 当然也跟着走 所以利用这个捕手的漏球 中华队现在两名跑者 都在得分圈上 所以一蕾的跑者是跟着二蕾的跑者 二蕾跑者冲三蕾 你就跟二蕾 而且林志胜并没有冲过头 你看左手一直扒着三蕾蕾包 因为他的手套一直跟着他 如果你一冲过头离开三蕾蕾包 你就危险 你可能就被触杀了 所以刚刚是一个 又是一个passport 又是个补义 所以今天头补的搭档 已经发生三次差错 两个补义一个爆头 对 不过现在仅仅是一出局 中华队是有机会再添分数 出手打成了插棒界外 对 你看着防守圈也缩小 又想全力来阻挡三蕾这一分 所以现在只要一只穿去的安打 可能有两分的进账 对 那外野的高飞森林打 也可以得一分保险分 重点就是要make a contact 一定要把球打进场 才有机会 这一棒安打了 在左岸方向的安打 再来的跑者回来得分 没有问题 关键是林鸿玉 这球拦住之后 林鸿玉也回来了 好 集出一来安打 带着两分打点的是 陈俊秀 中华队6比1 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所谓的situation的hitting 他知道现在的状况 我不要强打 全力打 全力打也不过三分 我现在只要一只一来安打 就两分 这两分是非常实战 对 这个一来安打造成的迫害性 对意大利是非常大的 从原本只有三分的迫切 现在变成五分领章 这队到了第七局的中华队来说 等于吃了个定心碗 你看这球投高起来 边打着内侧 正好拉回来 打向中左外野落地 因为是两人出局 所以球鱼碰到棒子 两边跑得根本毫不 这个毫不犹豫的望前冲 叶尔的指导教练是郭建林 对 救援投手也被打下去 第一任后援投手 科拉丁尼 在第七局就没有办法 再过中华队的中心打线 第五局的时候呢 他是连续解决了中华队的 林志胜 林鸿玉跟陈俊秀 那现在在第七局 他就连续地被打安打 现在要换上 第二任的后援投手 奥贝特 奥贝特是曾经在 韦雷瑞拉打球的 1980年出生的 也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同手 80年出生的 都35岁了 曾经义射现在 看起来是被换下来的 孩子下来休息一下 因为对方趁着换投手之后 你也可以回休息区休息一下 因为如果他不去 他被换下来 原本的一壘手林一拳是DH 他不能去守一壘 对 他去守一壘的DH就被取消了 等一下郭俊玲要继续上来投球 对 七局下半 他今天用球数真的还蛮少 对 才81球 可是他绝对有能力再投一球 至少再一球 对 又回去了 对 只是下去喘口气 休息一下 只是现在意大利换上左头手 你下半应该是高国辉 是右打者 强力右打者 你换个左头手上来 不等于是羊入虎口 也许是希望38号的这位呢 手比较新鲜一点 Opeto 看他这个Pradini投的真的是摇摇欲坠 因为他已经摆明了压不住那三个强力的右打者 对 第四个右打者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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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够投完一轮只被打一栅打 我已经很激讶了 他已经打得表现得超乎水准 原来是中华队已经是宣布派 刚刚郭泰源上来就是换代打 对 宣布张建民上来代打高国辉 所以他才换左头手来面对左打者 一阵误会 对 原来老虎已经被换下去了 不过在上一场比赛 张建民真的每一次都展现他在国际赛 很能打国际赛的一个风格 在上一场对荷兰的比赛 一个低脚柱的球被他打安打 而且还带着打扁 在第九局的时候 张建民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在今年球季他打出了三成四二 生涯次高的打击率 零新年他曾经有单季三成四三的打击率 今年他三成四二只差千分之一而已 另外他十一八拳也打是生涯的最佳 单季的全内打数 那另外七十四分打点 也是生涯最佳的打点数 对 真的是创造了生涯 棒球生涯第二成 另外一个高峰 他已经是行使过自由球员的选手 所以他代表的就是 他在职棒场上已经是很多年了 场边上继续地有投员投手 Mitsconi在做热身 如果上来Roberto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证明他把球投了进好球带 两个球都是坏球 这球主审也不给 对 当你前两个球都在乱飘的时候 主审你这个边缘的球也不给你了 对 不过他那个 脸部的表情倒是蛮丰富的 对 他也许做演员比做投手的更精彩 或者是唱歌曲 唱普希尼的歌词 这球应该是好球的 张建平是纯心等了一个球 不知道是不是总教练 下了暗号叫他等一个 下半还是左打 林毅全 先做牵制 这一蕾上是第五棒的陈俊秀 其实那么快把高国辉换下去是有点可惜 因为跑者在一蕾 你这个是 如果你想让他回来得分 这个是需要长打 那讲长打能力 高国辉是远远超过张建平 张建平是那种一蕾安打 或者gap in 那样子很难把一蕾跑者打回来 打反方向 这球在边线附近 再界外落地 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为了一定要换人而换人 因为大家都说张建平打这么好 应该要上场 应该要上场 你不要说为了一定要让他上场 就一定要换 因为高国辉我觉得你一定要把这个棒子给他 让他从第一槽里面出来 他的进攻威力才是最强大 看看他今年的城市 39八全力打 你只要打了一个全力打 把他的球感打回来了 那是多可怕的事情 那刚刚就是一个机会 一蕾有跑者 一个全力打可以通通带回来 走了这一球打在右蕾 但是不够深远 一手就位接杀出局 陈俊秀必须要回到一蕾上去 两出局 张建平待会儿可以直接接替手外野 打击要轮到的是林毅全 林毅全之间三个打数 出现了两支安打 哎呦 主持人不给 哦 同样的表情 再来一次 他真的可以去唱《公主夜未眠》 非常有喜感 真的 他生怕全场的观众看不清楚 所以做得非常的明显 而且还转一圈 对 让大家都看到 都看到 我刚刚我们也提醒了 今天的主婶是很有情绪的 对 他是最不喜欢人家秀音后 或者来挑战他 对 会不会就是他前面做的那个表情 追到主婶 还不高兴 所以你再来一次 你等一下可能还会有一个好球 背叛坏球对 教练就开始担心了 被球出手 打在中间方向 找到了恐怕是手套 遭到揭杀出局的是林毅全 但是中华队在第七局的攻势 又有两分的进账 中华队目前6比1领先